比完成之後的話 如果要多比 那多比實際上呢 我做哪些動作 我們重點來看一下 因為時間不是很夠 所以我把剛剛改的部分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我在這個中間 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迴圈 那寫的方式你可以 寫一個在外面 寫一個for I 等於什麼 Shit 從第二個 因為第一列是藍 你的名稱 然後起氣 工作表裡面 一直到這個起氣的最後 那不過起氣 它的規則 所以請各位要建一個 起氣的工作表 那這個工作表的原理原則是 84500到84600 底下的部分是 從01 只有這個是00 這個是01 所以你可以建這兩個 然後向下填滿一下 84600 84607 8460 所以建兩個嘛 向下填滿 他就知道說 你這個區間的 那先建一個 再建這一個84601 84601 84701 往下填滿 OK 那不需要全部做啦 因為他到好像是 到13 到13 1347的話 哇不得了要跑很久 所以我們練習啦 反正就是先做到一部分就好了 底下呢 其實你只要把總表做出來 底下一樣會照樣幫你跑完 不過我們練習 所以大概跑一個大概 我大概跑85901到86000好了 這個區間 所以你需要一個起氣的表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跑這個回圈 所以回圈範圍的話 就是給他這個 我想應該看得懂吧 然後呢 按個Enter Next 再把什麼呢 把剛剛這段程式碼 抠過來 那抠過來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就修改了幾個地方 其實基本上 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 哪一段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最重要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修改了 這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 起氣 那起的話是從 起氣的工作表裡面的 I列 一樣I列 的A欄 所以起在這裡 起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抠過來 改個B就可以了 也就是A欄是起 B欄是起 分別放在Criteria1 跟Criteria2 這兩個條件 OK 那中間是用連擊的方法 這不要改了 那底下都不用改 再來的話 底下這個也不用改 一樣是開放在 這個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B欄 然後最下面一個 這個也是一樣 只是說呢 我在這個地方 最大的 這公式裡面 因為要動態去抓 最後面那個 不是固定 都是1983 所以後面的話呢 就是串一個什麼 自動去偵測 最下面的 那一個列在哪裡 然後暫時把它放在M 再把它丟到C欄 D欄 E欄 分別是最高 最低 跟近月值 用的函數是 MAX MINI 跟上 這三個 我想這常用 然後 最後呢 再把裡面的值刪掉 那就 它固定就一直跑 跑 跑 最後的話呢 再切回到 這個第一個工作表 我們就完成 我們的任務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全部寫完之後 把它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它就按照我們剛剛的動作 有沒有 基本上就跑 跑 有沒有 自動的話呢 就幫我把開 收 高 低 加總 放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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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做出來了 OK 那還有近月總量 這個我想我沒寫 不過你要寫很簡單 近月總量是累計的 這個是 比如說這個是等於這個 其實這個 當然你不一定要用VBA 你就是這個等於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等於什麼 等於上個月份的 就是等於是上個月在 串接 串接 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上面加下面 所以你最上下填滿就可以了 它是一個累加的 累加的一個值 就做出來 當然你這地方 也可以把它寫成VBA 沒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把那個期貨裡面的 這五個數據抓出來 並且把它做成回圈 那最重要的 實際上 我們用的就是利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這個篩選功能 所以基本上呢 只要很多地方 你要做任何的篩選 把它錄下來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可以做到很多篩選功能 前面我們只有篩選單一個欄位 有沒有 單一個條件 那今天的部分是 介於 那如果說 你將來 想要去查什麼 查 很多其實都可以利用這個部分的查詢 那如果說呢 這個欄位裡面放的是文字的話 其實 這個好了 這個應該是 它應該把它當 它把它當數字 如果裡面是文字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會有不一樣喔 如果假設說 以後你要查什麼 關鍵字啊 或者是全文檢索 如果它裡面放的是文字的話 有沒有 它的條件裡面有個什麼 包含 包含意思就是說 如果裡面出現某一個keyword的話 也會自己查出來喔 所以這裡面還可以做到很多查詢 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基本上它拿來取代資料庫的 那個查詢功能 綽綽有餘了 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都可以達得到目的 OK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 可以再試試看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衍生出來 因為今天的重點就是 如何把工作表變成工作部 那需求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把 剛剛這個 這個好了 當日行情表這個範例好了 比如說後面這邊有33個 每天的這個資料 那假設說 每個部門要的資料都不一樣 我要把這個資料 分別分給每個部門 我不可能全部給每一個 但是我覺得需要怎樣 我把它分出去 一個工作表 我希望變成一個工作部 工作部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類似 在桌面上 我希望有個資料夾 打開它之後的話 它就會是自動怎麼樣 幫我變成一個一個的檔案 打開來就只有那一個 那一個它需要的 另外那可是問題來就是說 每一台電腦不見得都是最新的eSale 那你怎麼辦呢 你存檔你不可能存最新的eSale 那如果說 它的需求可能就是 我需要的是CSV檔的話 沒有辦法 幫我給我CSV就好了 那問題來了 你如果你要做的話 要怎麼做 你可能要另存新檔 33次才有辦法 每天都要做另存新檔33次 你會很煩 那有沒有方法怎麼樣 按個按鈕 自動怎麼樣 全部一次就全部完成 當然這個地方 我不是用土法鏈鋼的 我是按個按鈕 自動就會自動幫我完成 這感覺很棒 你看 表現是空的喔 當然你也可以再寫一個刪除 然後呢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我把所有的工作表 通通都一次 全部 就只有這幾行 也是跑回圈 大概就是主要這幾行 大概就頂多五行 主要的 然後你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自己跑對不對 自己就出現了 自己就出現了 有沒有 這個都自己在動 大概就是這麼幾行而已啦 OK 那怎麼做到的 等一下再跟各位說明 而且你將來要 它要什麼檔 你就可以給它什麼檔 你要CSV也給你CSV 你要Excel2003的 你要文字檔 我也可以給你文字檔 只要改一個小地方 就搞定了 那這樣工作不是很輕鬆嗎 這個其實如果不懂VBA的人 真的要做到吐血 但是會這個的話 你看 而且程式嘛 就這樣而已啦 而且這個喔 你將來就是直接 把它Ctrl-C,Ctrl-V 改關鍵的地方 就OK了 等一下再來看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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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